我们之前讲过了很多个品牌在马来西亚历史 那么我之前也挖了一个坑 就是这个 KIA 所以今天呢我就要补坑 就来讲讲 KIA 在马来西亚的历史 那么如果你是这个 KIA 的支持者的话 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还不知道 BHPATRO E-Card App 是什么吗 那么现在就不要错过了解了 只需要现在下载这个 BHPATRO 的 E-Card App 呢 然后注册用户 在你每一次添油的时候都可以累积积分 在这里拥有各种高价值的丰富物品 等待你来兑换 其中就包括了智能手表 电子产品 还有厨房用具 另外你也可以用这个积分呢 来换取这个打油的优惠券 BHPATRO 的机油 还有BHPATRO Mark 的独家商品 还有还有在注册用户的时候 记得输入我们的推荐码 BHP X AUTOMACHI 那么你就可以获得额外的100积分 BHPATRO The Right Choice 那么讲到 KIA 呢 其实它在马来西亚的历史是非常的长的 那么历史太久远的地方我们不讲 我们就先讲它让大众熟知的车款 就是这个NASA Surya 我相信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我讲KIA 可是会讲到NASA Surya 出来 其实呢一开始呢 NASA 在经营这个KIA 跟一些这个BHP的车款的时候 他们是意图把它打造成第三国产车的 所以这些车款呢 他们的商标呢都是NASA 我相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的朋友 应该会非常熟悉 除了这个NASA Surya 也就是KIA PIKANTO 之外呢 他们还有别的车款 像是这个NASA RIA NASA CITRA 等等的新车 其实都是贴牌至KIA的 而也因为这个原因呢 所以当时他们在马来西亚的售价呢 其实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也因此收获了第一批消费者 可是之后呢 NASA 就开始有一些改变啦 就是让这些KIA的车款开始使用回KIA的商标 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就会开始意识到 哦原来以前NASA卖的车款 都是来自KIA的 不过一开始呢 NASA代理的这个KIA 或者是NASA铁牌的KIA呢 在马来西亚市场呢表现是出色 但是口碑并不是那么好 像是PIKANTO 可能时常遇到就是没有零件的问题 或者没有人会修 然后NASA CITRA 跟NASA RIA 都是遇到很容易坏 而且这个油耗偏高的问题 甚至在当年的网络上面呢 他们给NASA RIA有一个外号叫做大油魔王 那么大家知道小油魔王是谁吗? 就是Proton Saga BLM 当然这些车款在当时其实算卖的不错 但是因为这个妥占率不好 然后这个油耗高 然后也没有二手价 所以导致当时大部分的消费者对他们还是没有信心 因此呢之后NASA就改变策略 主打性价比 那么第一款让这个KIA在马来西亚引爆的车型是什么呢? 就是KIA的全球战略车KIA Forte KIA Forte 这款车呢 它在国际市场上面有非常多的名字 有些地方叫K3 有些地方叫Serato 有些地方叫Fo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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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ato 所以其实他们都是同一款车来的 但是第一代的车款呢 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时候呢 它的名字就叫做Forte 那么它是怎样在马来西亚成功引爆的? 就是低价高配的政策 其实Forte在当时的标准呢 它是一台C-Segment的Sedan车型 那么它主要的竞争对手 其实应该是像Cora Autist啊 或者是Honda Civic的车型 但是它降维打击 它的定价跟这个B-Segment的日系Sedan 像是Vios像是City基本上一样 但是它提供了很多这些车上面没有的配备 例如讲六气囊 例如讲这一个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例如讲Push Start 例如讲这个防旋的后视镜 我相信在这个年代 大家听到这些东西就会认为 这个不是基本的咩 可是实际上呢 这些配备是当年Caya先给的 因此Caya Forte在马来西亚发布的时候呢 确实有一大半的庸促去购买这款车 因为这款车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但是呢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虽然讲Caya Forte的表现受到了市场的赞许 可是它还是有一些问题 就是没有办法解决 就讲可能零件的价格比较高一点点 还有这个二手价是比较偏差一点的 可是 没有办法阻挡它在马来西亚热卖 它甚至成为了马来西亚市场当年最畅销的 C Segment Serdar 每个月的销量有400多辆 虽然这个销量不算很高 但是也为这个Caya打下了坚实的一步 然后重点是呢 在之后他们还推出了一个升级的版本 就是从原本的四速自排变速箱 升级成的六速自排变速箱 配备了1.6L的自然进气引擎 或者2.0L的自然进气引擎 让它的整体表现更出色 而且之后呢 Caya还发布了这个Coupe的版本 也就是Caya Corp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讲到Caya就会想到Fortech 我也必须承认这个Caya Forte是一款很出色的车型啦 因为这个Caya Forte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叫好又叫做 所以当时的Naza Kia呢 就开始大力的在马来西亚引进新车 包括全新一代的Picanto 包括全新一代的Sportage 包括全新一代的Sorento 等等等等的车款 都排队进入马来西亚市场 在2009年到2013年期间呢 可以讲是Caya在马来西亚最亏狂的时候 平均每年的销量呢 都大概是有4000辆到8000辆左右 这个数据就算是放在现在呢 其实也是非常的了不起啦 那么Caya Forte走低价高配的路线呢 其实就是为了打响这个品牌的名号 所以在第二代车型推出的时候呢 他们就回去了原本的定位 就是价格比较高 但是配备也比较出色 那么第二代的车型也就是大家熟知的Caya Serato 其实呢 Serato也好Fortech也好 都是同一款车来的啦 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时Naza Kia呢 会让他们变成两款不一样的车型 不过讲老实话 当年的那个Caya Serato呢 外观设计确实是好看 而且配备的部分呢 也确实值得撑到 当然在引擎的部分呢 它还是维持这个1.6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跟2.0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匹配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可是在配备的部分呢 你尽量可以在这款车上面 找到这个冷热座椅功能 还有这个记忆座椅装置功能 这些配备同样在当时的日系车 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可是也因为如此 它的价格就比较高了 当年Caya Forte呢 入门版本可能接近8万块就买得到了 但是如果我的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 Serato一开始发布的时候 它的售价就差不多接近10万令吉了 所以对于当时的消费者来讲 确实有一个心理落差 虽然之后原厂王阳博要推出了一个更加入门的版本 大概是8万多块就买得到了 可是相比起那些高配的版本呢 配备上面严格非常的严重 所以就导致了Serato在马来西亚的销量 没有办法重新Forte的辉煌 而Caya的西亚坡路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周期 虽然那个年代Nazakiya呢 在本地市场是非常努力 引进了很多的新车 包括全新一代的Sportage啊 包括全新一代的Cario等等都有引进 可是销售成绩就是起不来 这个主要的原因跟他们的市场营销有关系 其实呢我们一直以来 不管是在我们的网站也好 还是在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都好 都很多网友留言 为什么我们那么少试驾这个韩系车 这个原因主要在Nazakiya的年代呢 他们是没有媒体试驾车的 当时有非常多的新车 我们觉得很有兴趣 要拍试驾给大家看 但是当我们跟他们要求的时候 基本上是没有车的 所以在这个推广不利的情况下 这些车款无论多么优秀都好呢 都没有办法大卖 那么造成Kia销量下滑的原因 除了我该讲到的这些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日系开始打配备战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开始Kia Forte 呢 它也在马来西亚大卖 其实除了低价之外 还有它的配备非常的丰富 那么从2014年开始呢 日系车就开始打起了配备战 不过我们可以先把这一个Toyota Vios拿掉 因为当时Toyota Vios的配备 确实是比较差一点 而这个反击号角呢 实际上是从Honda开始吹起 也就是2014年发布的这个Honda City 那么Honda City在当时呢 用什么来打这个Kia的车款呢 就是丰富的配备 包括了这个6气囊 包括了8个扬声器 包括了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斜拨起步辅助系统等等等等 而且重点是这个Honda City呢 把价格压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款车在发布时后呢 不仅打败了这个Kia 而且呢 甚至超越了Toyota Vios 成为V segment销量低音 一直维持到现在 这款车的销量都还是非常的出色 那么我前面有讲到的 Kia Forte 其实表现非常的出色 销量也很好 但是有一些问题它解决不了 就是可能零件比较贵 还有这个二手价比较低 那么之前消费者去选择它呢 可能还会看在它的配备丰富的情况下 二手价差一点就差一点 可是如果当日系反击之后 那么它配备的优势就当然无存了 而且加上Cilato 大涨价 因此之前呢 Kia Forte 好不容易打下的基础呢 就被这样子抹杀掉 那么平心而论呢 这个Kia 当时的新车呢 好不好 其实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这边我特别要点名两款车 我觉得它的表现非常好 一款就是Kia Picanto 另外一款就是Kia 5 Optima GT 首先我讲 Picanto Picanto 的定位是 Air Segment Hatchback 虽然讲因为它不是国产车 它的价格大概要接近5万块 但是它却配备了 六气囊和当时少见的这个 Apple CarPlay 所以这款在配备丰富的程度上面呢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甚至认为它可能会大卖 但是它的销量表现让我大贴眼镜 甚至它之后活不到这个 Facebook 版本的出现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可惜啦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就是 Kia Optima GT 如果是熟悉早期韩国车的朋友呢 都会知道Kia 的车款虽然设计 非常非常好宽 非常非常的前卫 但是操控表现其实就跟当时的 Toyota 一样平平无息 可是这个Kia 5 Optima GT 发布之后呢 就让我印象改观 因为它除了搭载一个动力很强劲的 2.0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之外呢 它的操控表现确实也很出色 我甚至有一个朋友呢 他当然就去买了这款车 然后其实他也对这个车子啊 赞赏不绝 可是后来因为一些原因 例如讲这个二手架 还有零件等等等等的原因啦 他跑去换了全新一代的Camry啦 所以确实啦 Kia 真的有很好的表现 也有很好的产品 但是可能真的是市场营销推广不利 所以呢导致它们的销量节节下滑 而且当时NASA KIA 也有试图去挽回这个局面 甚至推行了这个Grandy二手架的政策 可是到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在2018年年末的时候呢 NASA KIA曾经公布了很多的新车计划 包括全新一代的K3 都要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甚至在当年的Claim上面呢 它们也展出了这一个预览车 表示那款车会在2019年上市 可是之后因为一些不明因素呢 导致了Kia的新车计划完全取消 甚至NASA KIA呢 放弃了Kia在马来西亚的经营圈 所以导致从2019年开始到2021年呢 这段期间里面Kia在本地是毫无作为的 一直到更换了全新的代理Bermas Auto 之后呢 才开始有点起死回生的迹象 当然我知道很多Kia的爱好者呢 都会讲Bermas Auto呢 它们引进行车的速度非常的缓慢 但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Kia 之前有太多太多问题等着这个Bermas Auto 去解决 其中就包括了之前车主的after sales问题 因为Bermas Auto呢 它们并不只是单单接受这个Kia的经营权而已 它们还要去散后这个售后服务所造成的问题 所以其实在这几年间呢 Bermas Auto 其实主要的经历都在应付这个after sales 当然啦还是有一些朋友讲 接手之后这个after sales表现也没有很好 但是我觉得它们已经尽了它们的能力了 而且在Bermas Auto 一开始接手的时候呢 它们其实也是有公布了新车的计划 而且这些新车计划一样一样的实现了 那么它们在这几年间呢 陆续发布了全新一代的Kia Carnival 还有Kia Sorrento 甚至Kia Nairo 都引进了马来西亚市场 那么在未来呢它们会有什么新车计划呢? 其中就包括了全新一代的 Sportage 这一款车我自己很期待 它是一款C-Segment的SUV车型 而且外观设计非常的好看 另外根据之前的消息呢 Kia 也会在马来西亚引进一款采用1.5公升 涡轮增压引擎的MPV车款 而且它是中型MPV 所以我相信这款车进来马来西亚市场 也是会有一定的市场呢 那么原厂也有表示呢 像是那种小型车款它们就不会再引进 因为这些小型车款在跟国产车的竞争 其实并不大占优势 所以它们甘愿集中精力 会在这个比较能够创造盈利 跟比较有竞争力的车款上面 另外也有小道消息指出呢 Kia Seltos 也会有机会重新回到马来西亚市场 并也搭载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我觉得这款车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啦 诶 Bro 你在看什么东西哦 我在看这个BH Petrol E-Port可以换什么物品哦 你看 有吹风筒 有吸尘机 有厨房用机 还有智能手机诶 然后你还可以用积分换取打油优惠券 BH Petrol 的引擎又还有BH Petrol More 的服务条商品 什么都有 这样好的 打油打风 或者在BH Petrol Mark 消费就可以换东西 哪里看咯 要会员费的嘛 很简单 不用申请 不用会员费 你只需要在Apple Store 或者 Play Store 下载 BH Petrol E-Card App 注册用户就能在你每次打油的时候累积积分 各种丰富物品等着你去兑换 在BH Petrol E-Card App 你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积分和兑换物品 除此之外 最新的优惠和邮价更动 也能在第一时间里面在 App 看到 还有还有不要忘记注册用户的时候 输入我们的推荐码 BHP-X Automate 就能获得额外的100积分哦 赶快下载 BH Petrol E-Card App 注册用户收集积分兑换你想要的东西吧 哇 这个智能手机我想要很久了哦 现在我们马上下载了 还等什么 现在就把它下载起来吧 BH Petrol The Right Choice 作为一个经历过韩系车最辉煌的韩国粉丝 没错 我是韩国车的粉丝 我确实看到这个Belmask 对于振兴Kia品牌的决心 而且对于他们的努力我也是非常的赞场的 只是有时候呢 一些事情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因为一些产品的规划等等 除了要经过马来西亚这边的协商之外 还要跟韩国协商 然后还要看这款车在市场的表现会怎样 所以不是讲我们要什么新车 就可以引进什么新车的 其实NASA KIA也好 Belmask也好 他们都曾经努力或者正在努力中 所以我觉得作为消费者 我们应该再给他们多点时间 而且我也希望以Belmask Auto的经验呢 他们可以把Kia这个品牌做得很好 那么你对Kia的未来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好啦 以上这期影片就是关于Kia历史的影片 那么有多少Kia的粉丝呢 欢迎在影片下面跟我们讨论啦 好啦 最后就是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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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